在前面两次单元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介绍的是Someta Sensory跟这些Sensory Receptor的Coding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这个单元里面的最重要的几个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体感觉系统 所以我们在第三个单元呢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O4O体感觉系统呢 到底他们负责的不同的功能是什么 首先呢这个Someta Sensory System呢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体感觉 也就是负责我们全身上下的各个部位呢 所接受到的外界刺激的一些感受 不过呢严格说起来呢 这个Someta Sensory System呢 也不是只是包含外部的刺激 一般来说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部分呢是所谓的Axerioceptive Function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触觉的部分 这一部分呢是由这个Mechanal Reception 就是属于这个机械受气来接受 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痛觉 这个是属于Noceception 就是痛觉受气 第三个部分呢是Temperature 就是我们对于冷热的感觉 这个是属于Thermal Reception的部分 除了这个所谓的外部的感受之外呢 还有一种叫称为Proprioceptive Function 也就是所谓的本体感觉 这个本体感觉呢是去了解 让我们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位置 跟运动的这些动觉的这些感受 它所接受的所产生 所利用的受气呢 主要是Muscle Spindle跟Golge Tendron Organ 我们待会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第三个呢我们介绍比较少的呢 是叫做Interceptive Function 也就是属于内部的一些感受 包含了这些脏气的一些心脏啊 或是肺 或者是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 肠道的这些感受 这些呢也是属于这个体感觉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还是来Focus在我们所谓的这个 体外的这些感觉 体外的感觉呢 主要是由在皮肤上面的这些不同的Receptor呢 来接受这些所谓的Tectile 就是触觉 Thermal刚刚讲是温度的感觉 跟Nociceptive就是所谓的痛觉的感受 我们待会呢会在接下来章节里面呢 跟大家介绍呢 四个主要的这个触觉受器 包括Methaner Capsule Paxinia Capsule 跟这个Mercadisc 还有这个Ruffinian Ending 在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这个 Thermal跟Nociceptive Receptor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主要的探讨的是 我们在后面呢 比较少提到的是属于Propylceptive Function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本体感觉 本体感觉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呢 它是负责知道我们的肢体 比如说我们四肢手脚的位置 例如说你在晚上的时候 或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呢 你可以细携带呢 基本上就是透过你的本体感觉 让你知道你的手跟脚的相对位置 那这些所谓的本体感觉呢 是由什么样的Receptor来接受呢 我们要介绍两个重要的Receptor 第一个呢叫做Muscle Spindle Muscle Spindle呢 它主要呢是负责这个 去侦测肌肉的这个改变 长度的改变 在肌肉里面我们都知道呢 有很多的肌肉细胞的肌纤维 那肌纤维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正常的肌纤维负责收缩之外呢 有另外一种肌纤维 称为intrafusal muscle fiber 在这个intrafusal muscle fiber上面呢 有两种sensory efferent的这个fiber来connect 一个是叫1A 一个叫2的sensory fiber 这些sensory fiber呢 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呢 它其实呢是surround在这个 intrafusal muscle fiber上面 当这个这个muscle呢 它产生收缩的时候 尤其是stretch 有些拉伸张的时候呢 它会拉动这个channel的打开来 造成细胞的deportization 于是呢 这一个这个所谓的muscle spindle呢 就可以接受到讯息是关于肌肉的张力的这个讯号 所以它基本上呢 是反映了这个muscle stretch的这个velocity跟amperitude 比如说我们下面做这个实验可以发现说呢 如果你去记录了这个stretch的这个长度 长度如果要拉长比较长的话呢 它的这个membrane potential的变化呢 就会比较大 而且拉的速度越快的时候呢 它的变化越快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muscle spindle它的功能呢 就是去sense我们所谓的这个肌肉的stretch的这个速度跟这个张力的程度 那如果做single cell recording也可以发现呢 这些channel呢 的确呢 在张力比较大 这实验是用这个 这个suction当作是给予一个张力的压力的这个刺激 发现说当suction的力量越强的时候呢 这个channel打开的呢 就是这个inward的这个current的程度呢 越强 所以表示说呢 这个muscle spindle呢 的确可以利用这些channel的打开呢 来signal这个所谓的muscle stretch 这是有关于muscle的部分 但除了这个muscle部分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四肢的相对位置呢 是需要借有这个骨骼的改变 那骨骼的改变呢 形状的改变 这个位置的改变呢 透过的是肌肉的收缩 那肌肉跟这个骨骼的接点呢 称为肌腱的部分 pandem的部分呢 有另外一种sensory的这种受器呢 称为goge tendon organ goge tendon organ呢 基本上呢 它是跟这个所谓的collagen fiber 就是胶原蛋白纤维呢 缠绕在一起 所以当这个肌肉的关节呢 这个肌腱收缩的时候呢 当这个骨骼开始收缩的时候呢 会造成这个肌腱呢 里面的这些结构 尤其是collagen fiber呢 产生的一些挤压 这个挤压的结果呢 会去activate或者是compress 这个1B的axon 这个所谓goge tendon organ的这个axon 会受到了这个mechanical的刺激 受到这个mechanical刺激之后呢 它当然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讯号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这个discharge rate 就是这个goge tendon organ的 这个1B axon的filing rate呢 会跟这个肌肉的 这个伸张的 疏张的这个压力呢 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又可以得知呢 goge tendon organ呢 它基本上是负责告诉我们呢 muscle的tension 就是当肌肉收缩的时候呢 它的力到底是多少 力越大的时候呢 这个force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charge的filing discharge的filing rate呢 越高 所以呢 藉由这个muscle spindle 跟goge tendon organ呢 可以负责呢 告诉我们的本体感觉 包括我们的这个 视肢的这个位置 以及呢 移动的速度等等的这些 本体感觉的讯息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来讨论说 这个讯息呢 往中央传递的时候呢 它需要透过axon 我们在之前的课曾经讲过说 大多数的这些体感觉系统呢 是有所谓的这个背根神经节 Dosal root ganggan cell呢 来负责 它有两个branch 一个叫做peripheral axon 一个叫central axon 将周围的触觉 比如说这里是 这个皮肤的这个压绝的讯息呢 送到了这个 这个spinal cord 然后再往上传递到大脑去 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 这些不同的sensory nerve fiber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呢 其实呢 它有不同的形状 跟不同的这个大小 如果我们以这个直径为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以这个cutaneous nerve 就是属于表皮的这些神经来看 我们可以根据呢 它有没有mining nation 有没有随窍 分成呢 就是有随窍的跟没有随窍的 在有随窍的里面呢 又可以根据呢 随窍的这个多管呢 分成large diameter 中的这个直径的 这个大的直径 中的直径跟小的直径 如果它是interfered muscle 像刚才的muscle spindle 跟gogi tendon organ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呢 由大至小呢 变成罗马数字一二三四 来做分类 如果呢 是这个 这个interfered在这个cutaneous 就是属于表皮的这些触觉兽器的话呢 我们在mining nation的部分呢 我们称为a a系列 然后呢 比较大的呢 传递速度比较快的呢 称为aα 其实是aβ 再来是aΔ 而mining nation的这些fiber呢 我们则称为cfiber 所以下面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根据这个随窍的多管呢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diameter 从20micron呢 12micron 再小的呢 有5micron 那这个bale fiber呢 就是没有随窍的话 则只有1micron 它的conduction velocity呢 当然呢 也是不一样的 随窍越多的时候呢 它的传导速度越快 它大概是有120m per second 这样的高的 极高的速度在传递 通常呢 它这个速度呢 跟它的直径之间呢 大概是6倍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medium diameter的aβ fiber呢 它的这个axon呢 大约是平均是12个micron 所以它的velocity呢 大约是72m per second的速度 右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在一个peripheral nerve fiber的 这个cross section上面呢 可以看到呢 左边这个呢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随窍包围 这种就是属于large diameter fiber 旁边这个呢 就比较少的这个fiber 这个随窍包围 这种就属于aβ或是aΔ fiber 右边这个呢 则是完全没有随窍包围 则是属于c fiber 如果呢 我们在看这个conduction velocity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呢 不同的这个电刺激呢 会影响的细胞的神经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直接去电你的皮肤的话呢 如果你给一个很微弱的电流的话呢 你几乎不会感受到 不会感受到的时候呢 如果你去量测呢 其实你已经会记录到 aα fiber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aα fiber我们刚刚讲说 它主要呢 是负责刚才讲的 muscle spindle啊 或者是这个 勾肌 tendon organ 这一类的receptor 所以呢 它基本上呢 是不太会有这个consciousness感受 但是呢 如果你不小心电的刺激呢 稍微电流开大一点的时候呢 你会就会 就会有这个tingling的response 就觉得有点麻麻的感觉 这种麻麻感觉呢 就已经电到了 所谓的mechanal receptor 也就是aβ fiber 会被刺激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aα跟aβ的反应呢 同时都会被看到 但是呢 如果你的电流 再开更强一点的时候呢 你会有这个prickling的pain 就是有刺痛的感觉 这时候呢 就是已经刺激到了 所谓的冷觉的兽器 或者是 所谓的这个机械的 这个痛觉兽器呢 被刺激到 那这个被刺激到呢 你所产生的就是 aα、aβ跟aβ的反应 所以基本上 这是total的一个compound potential 一个复合式的 这个动作电位的一个集合体 看到一个这样的变化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电流呢 再开更大的话呢 这时候呢 不但是会有这种 刺痛的感觉 而且是产生非常痛的感觉 这时候呢 就已经刺激到这种 我们待会后面的章节 会讲到的 polymodal的这个northyceptor 这些所谓的这个痛觉兽器 会让你产生疼痛的感受 那这时候呢 你会在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之中 看到那个传导速度 比较慢的这个cfiber的 这个actual potential呢 也会出现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说 这些不同的这些 sensory的这些axon呢 这些fiber呢 它进入到spinal cord之后呢 它其实进入的区域呢 根据它的特性不同呢 也有一些差别 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把spinal cord里面的 dolso home的这个地方呢 分成六层 一二三四五六 按照最dolso的部分是第一层 最ventral的 靠近ventral的地方呢 是第六层 其中呢 第一层跟第五层呢 是主要呢 这些axon进来的地方 第一层尤其是跟痛绝有关 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第一层呢 会接受到a-delta跟c-fiber 这一类的痛绝的受器 那第五层呢 最主要呢 是接受到 当然它也会接受到 a-delta跟c-fiber的受器 因为它有这个dendron呢 在二三四层 但是它也会接受到 a-beta-fiber 就是刚才讲这些 触觉的这个 mechanal receptor的这个讯息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 wide range的这个neuron 在这个spinal cord里面 负责将讯息呢 送到cellamus 第一层也是送到cellamus 然后之后呢 送到大脑去 我们刚才曾经讲过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呢 这个spinal cord呢 它主要的负责讯息呢 是将我们体表的这些讯息呢 传到大脑去 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急神经呢 有三十一对 分别是这个cervical 颈部有八对 胸部有十二对 这个腰部有五对 这个肩部有五对 另外是尾椎有一对 加起来三十一对的神经 但是它在身体上面呢 每一个部位呢 都有相对应的部位 这种相对应的部位 我们称为dermaton 这个dermaton呢 对于临床的医师来判别 痛觉的这个位置呢 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当这些不同的部位呢 受损之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呢 它的痛的位置呢 知道它的spinal cord 哪一段呢 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有相对应的位置 那我们的头部以上呢 颈部以上呢 则是由所谓的这个 trigeminal nerve 三叉神经来负责 三叉神经呢 顾名师有分成三个 不同的这个branch 分别控制我们脸部的 一些不同部分 的这些所谓的触觉讯息 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说呢 体感觉系统呢 就如同大部分的sensory system呢 必须要先经过theremus 经过氏丘呢 才会传到大脑的皮质 让我们有意识地感受到 这些体感觉的讯息 但是呢 如果是触觉跟痛觉呢 它其实是走不一样的passway 在触觉部分呢 它主要是走这个dolso-column medial leniscus system 在这个往上传递之后呢 到了这个Mandala 眼脑的时候 才会跨越中线 到体侧的另外一边去 但是痛觉的讯息呢 是在这个进入到spinal cord之后呢 会立刻跨越中线呢 走这个anterior lateral system呢 上传到这个 都一样会上传到salamis 然后之后呢 再传到大脑的皮质 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不同的触觉 或是痛觉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大脑的cerebral cortex 就所谓的大脑的这个someta-sensory cortex 所谓的体感觉皮质 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呢 体感觉皮质呢 大体上来说呢 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区域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初级 或者称为S1的区域呢 这个区域呢 负责了我们的主要的接受的这些 所谓的体感觉receptor的讯息 这里包含了这个Brotman area 3A 3B跟1跟2的这四个区域 再来是两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其他的次要的这些区域 包括了一个次要区域 称为S2的区域呢 这个S2的区域呢 是位在这个 在这个lateral sulcus的附近 这个S2的区域 负责这个讯息的进一步的处理 以及呢posterior parietal 这个后顶叶的皮质呢 是area number 5跟7的区域呢 也是负责这个讯息的处理 进一步的处理 接着呢 我们来看说 当这个讯息呢 传到大脑之后呢 它会呢 有规则的排列 但是这个规则的排列呢 甚至包含了不同的受器之间呢 也会在大脑的皮质里面呢 是非常organized 比如说 我们待会会讲到呢 有两种不同的 体表的触觉受器 它到了Cheromus的时候呢 释丘的时候呢 是分开处理 到了大脑的初级视觉皮质 area 3B的时候呢 它也是分开处理 而且呢 同一类型的呢 会形成这个column 所谓柱状的排列 所以这些柱状的排列呢 就表示 大脑的这个 Someta Sensory Cortex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将不同的讯息呢 分门别类的 在大脑的这个体感觉皮质里面呢 进行呢 讯息的处理跟传递 最后呢 我们要来讲说 我们怎么知道说呢 这些不同的体感觉皮质呢 它是负责呢 身体的哪一些部分的讯息呢 那在过去的研究呢 基本上呢 是利用所谓的这个 刺激的方法呢 接受了所谓的大脑 在大脑的皮质上面呢 进行这个所谓的记录 电神里的记录 记录之后呢 我们会 经由呢 去刺激这些手掌不同的部位 来看它的反应 比如说在这个刺激的这个点上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17号 20号 21号 跟15 16 这几个点呢 它的这个反应呢 是特别强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在大脑的电极的位置上面呢 所谓的Sensory Cortex 这个位置上面呢 是负责接受这个 拇指跟食指的这个区域 来的这个讯号 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做大脑的这个整个manpin 这是在这个allmonkey上面呢 我们发现呢 area3b跟area1呢 基本上呢 不同的指 指节 不同的位置呢 都有相对应的位置 而且呢 area3b 跟area1呢 它是呈这个镜像对称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area3b呢 有一个完整的身体的manpin area1呢 也有另外一个完整的身体manpin 而且彼此之间呢 是呈这个镜像对称的排列方式 如果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看的话呢 发现说呢 不仅仅是area3b跟1 area3a跟2呢 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S1的区域呢 这四个区域呢 负责所谓的propioception的一个两个特殊的这个器官 包括这个本体感觉的这种感受的这个受气 包括了这个muscle spindle跟goge tendon organ 它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肢体的位置跟相对的这个运动的速度等等的这些讯息 另外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些讯息的传递呢 透过这些索媒的sensory nerve fiber呢 将这个讯息以动作电位的方式来传到大脑 但是因为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触觉痛觉 或者是温度的感觉呢 会利用不同的这些神经呢 它的这个mining nation的程度不同呢 它传递的速度不一样传到大脑去 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讯息的真正在往上传递过程之中呢 是需要经过spinal core 然后最后呢会经过thelemus 经过氏丘呢 最后呢才会传到大脑皮质 那在触觉跟痛觉是由不一样的passway处理 它是一个平行的方式呢 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路径 传递到大脑的这个氏丘 进而传到大脑皮质 最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在大脑的体感觉皮质里面呢 不同的这些受气所传来的讯息呢 它是非常有规则的排列 而且是一个这个柱状的排列方式 而且呢跟这个体表的相对位置之间呢 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spatial relationship